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使用于AMD核弦小主机的 纹森图大模型一战式解决方案 Amuse 2.0 市场上已经上市了20多款 780M核弦的小主机 它们已经能够比较流畅的 跑LAMA 3.1 8B开源大模型 而大语言模型 可不是目前流行的AI应用的全部 另一个AI流行应用 纹森图 也是我们关注的AIPC应用 最近AMD在自己的官方博客里 官宣了AIPC纹森图的合作应用 Amuse 2.0 它不仅支持AMD RX 7000系列独显 还支持了780M核弦 以及最新的890M核弦 而且它是免费的 不需要注册账号 不需要登录 能够让小白新手快速开始创作AI图像 打开AMUSE.AI网站 下载装为AMD硬件优化的AMUSE 2.0 下载后安装 完成后 双击AMUSE图标打开APP 首先要点亮这四个开关 继续 纹森图的简易界面就出现在了屏幕上 如果不是最新的AI9-HX370 建议先把超分辨率灌掉 点击生成图片 弹出下载纹森图模型的对话框 这是SDXL Turbo 也是开源大模型 打开接受开关 点击Download 如果出现红色的Fall 不要慌 首先我们要知道 跑国外的大模型 我们必须有一台软路由来组织我们的网络 还得有必要的节点 更换一个合适的节点 就可以开始下载 下载开始了 速度还不慢 最快50多 接近60兆B每秒 模型文件下载完毕 就开始了第一次生成图片 花了22秒 生成了四张太空宇航员的图片 性能是1.1IT每秒 这是一台8840U的780M核显小主机 目前超分辨率驱动没有适配好 打开超分辨率开关 生成图像 汇报错 关掉就可以运行了 我们更换了一台8700G的780M核显小主机 也使用了AMUSE2.0来跑文身图 同样的提示词8700G用了16.7秒 性能1.3IT每秒 到这儿我们就可以使用 到这儿我们就可以使用AMUSE2.0最方便的简易模式来生成您想要的AI图片 最后开演示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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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使用的是简易模式来生成图片 朋友们也可以点击左下角的Advanced 使用进阶模式来生产AI图像 它有三个操作界面 第一界面是图形创作 可以选择文声图 图声图 手绘声图等等 第二界面是制作AI视频 第三界面是可以选择下载的模型文件 能折腾的地方不少 如果想好好体验AMD核显来文声图 下载使用AMUSE 2.0是最方便的了 不过要提醒一下大家 AI9-HX370进行文声图 必须要24G内层以上 而8000系列包括8840U 8700G 要32G内层以上 目前大家手头的AMD核显小主机 大部分应该都是32G内层 因为16G内层使用核显玩游戏性能 也会下降不少 只要有32G内层 我们的780M核显小主机 不但能跑7B 8B的大语言模型 还可以用核显来创作AI图像 迷离主机的可玩性就更高了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